《明暗》 《明暗》是一個挺奇特的故事 很少一部電影,作息總合者 一個很想殺人,但年輕人 和一個算命老的故事 我幫你招他的良法來上你身 那你就變成他了 不然會想殺人嗎 你瘋了 我們在MTV拍了很多 說明暗的犯罪片 要這部電影很不同 我對著家棟,我不知道是我的問題 還是家棟有一個氣場 我對著他,我很不其然害怕 但他又沒有做過甚麼 推走環波 今天這場是要拍攝 肖東撞車撞到大師 我本身是不認識的 但我還要去撞人 其實撞替身已經害怕了 然後再隔離他們說家棟會悶殺 換衣服,然後加上自己上去 我會再害怕… 那也沒錯… 好,快點… 那一刻就想 然後我們的攝影師大雄 不斷安慰我在車上 看我很緊張,然後不斷安慰我 不用怕,但我還沒放心 真的很害怕 導演想要是幫我斜了那邊 導演想要是右邊 希望每一場殺人 除了知道他本身的暴力或力量 但希望每一場 都會有一種不同的特質 因為很多時候很容易 大家放過這些… 殺人的力氣 我覺得好像不應該這樣 我應該要細緻地去寫 整個戲心底是好 好心底 拍攝結束天台 突然有一天坐下討論 我終於想到這個戲是甚麼 甚麼女人… 我說是麗智片 我說是你的廢物 然後我立即是這樣的 但我心想了一段靜靜 不想發出了一個蜘蛛 然後還說… 我說也可能是… 如果你最後想這樣就有決定 但前面就欺騙觀眾 我也覺得雖然你叫做麗智片 但你不一定要整句 都要有這種方法去打擊 或是怎樣 麗智片也是充滿那種 不可能你去完整一個任務 到最後你或是成功或是不成功 現在的標誌 一切皆是命半點不入人 對我來說,這是引子 我絕對相信是有命運的 命運要你看到一宗空岸 是我們殺人 千禍地望,萬千千深 那天出招 你兇手